好 我们下面要请出我们第三位 我们的创新推荐人 那就是著名的 来自上海纽约大学的校长 于立忠先生 罗大师 你好 李老师 看到这些18岁的青少年 想起了我18岁 我18岁的时候 学校关门了 求学无门 所以我参加这个节目 特别是有感受 如果让我回到18岁那一年 我相信我也会像今天的青少年那样 努力地去追求科学 努力地去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 我想让你的18岁充满遗憾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请余老师推荐 他眼中那个最棒的少年爱迪生 有请 信息技术的发展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但有时候 WiFi也有它受局限的地方 那么今天 我们可见光通讯技术的发明 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更加前沿的这个课题 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 这位少年 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闯进了这个前沿的领域 他就是王宇亮 他就读上海顶尖名校 他带我们走进未来50年 人类通讯技术的新世界 他的发明 可见光传输LiFi定位装置 运用云端解码LED灯的平闪信号 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 实现误差小于0.1米的定位 LiFi也是现在一个非常先进的机器 就是用灯光来带起WiFi 用接收数据 中国可见光传输第一人 池南教授 在少年爱低声的舞台上 实现了一次跨越历史的相逢 在可见光通讯方面 我们确实走在国际的前列 这个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 非常欢迎王宇亮同学 能够参与我们的项目 我们对你开放 希望你能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谢谢 在负赛中 学霸的高冷气质 一度让王宇亮受到打击 谢谢啊 对手欧拉在上海地铁站 赢得热烈欢迎 让她陷入层层危机 谢谢 我们大家一支组的比较多的票 还是投给欧拉 关键时刻 她顶住巨大压力 凭借强大的科技知识 和动手能力 做出地铁高峰 实时人流提示APP 用高科技手段 让大量人流错峰出行 成为可能 她让千年科技研究 进入平常生活 她把今天的需求 和明天的进步链接 祝贺王宇亮和她的作品 LIFEYE定位装置 入围2018少年爱迪生 年度四大发明 掌声有请王宇亮 大家好 我叫王宇亮 今天来自上海市交大附中 是一名高二学生 从小呢 我就是被当中学霸 来教育和培养 如果人生是一场舞台剧 也许学霸就是我的人设吧 16岁的时候 为了我自己的第一个发明 是一个用来调节光照的眼罩 才可以起到睡眠促进的效果 这个眼睛呢 最初设计的原理 是源自我的爸爸 他会经常出国出差 所以每次活来 大概10个小时的时差 我想通过这个眼镜 来帮助他恢复正常的睡眠 17岁的时候 参加了全美高中生 数学建模大赛 在这个比赛中 我设计出了一个算法 让900架无人机 可以在空中 摆出一个龙形的图案 而不发生碰撞 然后现在2018年 我18岁 站在少年爱迪生的舞台 带来我的LIFEYE定位装置 这个装置呢 它是用一种把灯信号 变成条形码放弄到手机里面 即可识别出 这个地址的信息 可以起到定位的效果 然后这一番周折 都是原来自我的外婆 她虽然已经85岁了 但她一个非常喜欢外出的人 很难在商场里面 找到自己想买的东西 所以我就想设计一个定位装置 去帮助她快速找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个呢就是我之前 对自己定义的责任 是为了让身边的人更加幸福 中国是无限通风技术的 这是第一大强国 它是现在世界顶尖的水平 但这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我将如何站在世界可见功能领域 定位到自己的高度 现在LIFEYE技术 它仅仅是停留在一个试验阶段 因为它如果使用民用化的话 它在接收端还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的发明是一个用手机摄像头 来接收数据的装置 虽然它已经起到了便捷的效果 但还只是我的第一步 我相信总有一天 LIFEYE可以普及到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曾经有过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科学家研究中的那一刻 可能会成为改变世界的每一刻 我相信我的未来将从这里开始 谢谢大家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有编码 有图像试验 还做了自己的芯片 说明他的研究能力 这是非常强 王玉亮相对来说 选择了一个比较小的 也比较现实的一个切入点 在做室内定位 但是我建议他计算一下 创造的价值 能不能把这些成本赚回来 就是这个方案到底能不能落地 有没有商场会愿意去采用你的方案 其实所有的整合大概 大概像100盏钻 大概需要50块钱 来 我们看王玉亮 现在三位评委的技术大分 65分 目前在这个环境当中是高的 白的 我们下集粉 再集粉 我们下集粉 我们下集粉